美国影集《欢乐侯唱团》2009年开播之后 风靡全球也因此捧红了一群会唱会跳的演员 不过饰演拉拉队员山塔纳的女星 娜亚里维拉9号带儿子在加州租船游湖 结果溺水失踪 经过了5天的搜救 美国警方寻获了遗体 确定娜亚意外身亡 今天我们的搜集团队已经在岸上抢了一个身体 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是Naya Rivera 娜亚的亲友聚在事发的湖边 牵手悼念娜亚 最后相拥而弃 无法相信娜亚已经离世 33岁女星娜亚里维拉 9号带着4岁儿子到加州毗鲁湖 租船游湖 结果溺水失踪 独留儿子在船上 经过5天的搜救 警方13号寻获遗体 他从背后 他告诉捕捉者 他看回来 警方判定湖中水流强劲 娜亚用尽全力救儿子 但自己没穿救生衣 意外溺斃 一梯卡在湖底的棺木丛中 让搜救陷入困境 后来因为自然分解浮出水面 娜亚在2009年 推出的美剧《欢乐和尚团》 饰演啦啦队员山塔纳走红 剧中演员个个欢乐有活力 没想到戏外演员悲剧平传 饰演男主角芬恩的蒙提斯 2013年因吸毒过量暴毙 得年31岁 2018年饰演坏小子帕克的沙琳 因时有儿童色情片入狱 在判醒前轻生 得年35岁 如今娜亚因意外丧生 让粉丝们都万分不舍 《欢乐和尚团》至今已有三名演员不幸丧生 宛如背下了诅咒一般 也令人万味 林一齐编译 这个月2号凌晨有神秘火球划过日本关东地区的天空 还发出了巨大声响 原来是陨石坠落 而陨石碎片已经在千叶线席制掩饰的一户名宅内寻货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将它命名为席制野陨石 寻货的两块陨石碎片分别重63克还有70克 经过检测其中含有宇宙射线相撞之后生成的钠 铝 蒙等同位素 两块碎片是一分为二 所以不排除还有其他的碎片坠落它处 们线与宇宙尔宇宙尔 他们有屟的